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轉型正義最重要的事情呢 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讓真相大白 第二件事情呢 就要追究責任 好了 如果真相不大白 後面所有的轉型正義都不要做 好 陳文成基金會的董事長 楊黃美信 他是原人無任所大使 但是因為他很氣 台灣沒有辦法去落實人權外交 連這些重要的人權的鬥士 都沒有辦法進到台灣來 所以他怒辭這個無任所大使 那麼他揭露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呢 竟然把這個國安局 竟然在4月19號 重重打臉轉型正義 把包括陳文成命案 包括林宅血案在內的142件 政治事件的檔案 全部列為永久機密 所以一般人是沒有辦法掉月的 這樣子的結果 你要怎麼樣進行轉型正義呢 這件事情如果發生在國民黨 執政的時間我會痛罵 但我可以了解 雖然我不能理解 因為這個檔案一公布 隨隨便便就是他們的親朋好友 涉及在其中 甚至有人包括馬英九在內 你可能還直接涉入在其中 在你當年波士頓通訊的時候 你扮演什麼角色 後來造成了陳文成這個名字 回到台灣被這個警總跟監 這中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你必須做個交代 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 在民進黨執政到現在三年了 竟然在這個第三年的時候 在今年的4月19號 國安局把這些142項的政治檔案 包括了陳文成命案 包括林宅血案 這些大家都非常憤怒 而且想要揪凶的檔案 竟然把它列為永久機密 相較於民間的導演 在廣告當中 用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 喚醒大家對於陳文成事件 跟其他相關的這些政治迫害謀殺事件 提醒大家不要忘記這些人 他們的冤屈還沒有被洗刷 真相還沒有大白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 曾經在台灣的廣告史上 出現過最短的廣告 後來就下架的廣告 他其實是在提醒我們 這件重要的事情不要忘記 所以我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是沒有 我是真不相信你們的 我是覺得你們都有目的 這麼多年我這麼好現 這世間像 真的有生良的人 整個月啊 爸爸媽媽帶到他們啊 阿嬤這樣出來 我只要準備一桌的餐廳 那是幾百 還有幾百桌 還有飲料啊 還可以在那邊刷拖 這樣 阿嬤 阿嬤 阿嬤也有啦 會當真正跟不實在的人 都做是好兄弟 還是真不簡單 我代表 好兄弟 還有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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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們說得下 陳文成是9月7月2號 被莫名其妙抓到警鐘 然後7月3號 就陳詩在我們的母校 台大的圖書館 研究生圖書館旁邊的 這個草皮上 地面上 那他時間是1981年 那個時候我才4歲 不過還是我已經出生的時候了 所以我這樣看來 我還算老人 就是現在慢慢 跟那個新世代相比 雖然是 1981年你4歲 對1981年我4歲 4歲 對那個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像陳文成這樣的事情 以我來說 我大概到了30歲 快30歲 接觸社會運動 接觸到這個圈子之後 才知道 否則在那之前 在校園裡 在正規的教育體系 完全沒有機會 聽到這個名字 這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也就連到 剛剛彭老師講 轉型正義有兩個 最重要的事情 一個就是真相 一個就是究責 所以你是在 參加社會運動才知道這個事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那我當然在政治性 像在研究所的時候 就是比較親台 你知道我怎麼知道 陳文成的嗎 我是在民黨 黨外的這些演講場子當中 永遠記得 一個老人家 陳文成的爸爸 發傳單 一直發傳單 一直發傳單 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說 我兒子 這是我兒子 我兒子 我在這個情況下 我才知道 陳文成名案的 其他時間在媒體 似乎好像就 就輕描淡寫就過去 甚至沒有 主流媒體是被談這個事情 沒有報導 像林英雄的臨災血案 是因為林英雄本身是 知名政治人物 他在發生血案前 就是本來就已經是 高知名度的審議員 而且是問政風格犀利 本身就是一個形象 很鮮明的 黨外政治人物 那他遇到這樣的事情 自然這個 即使是那個時候 是白色恐怖 威權時代 新聞也沒有辦法 完全壓制住 大家還是知道 但是當時的報導 也都是就是一個什麼 搶劫啊 劫財 劫財謀殺之類的 最後還把他污衊 有的沒的 還把他弄成桃色糾紛 對對對 太惡劣 太過分 太惡劣 我魚精想想 什麼樣的故事 都掰得出來 警總那個時候 有一套SOP 你記不記得 陳文成也被弄成桃色事件 有也有 對不對 就說什麼 他有一個跟女子吵架 還什麼神經 他什麼 太過分 我還記得 那個時候 我曾經跟我自己的家人 談過鄭南榮 我家人第一個反應是 他是神經病不是嗎 這個就是很明顯 告訴他一般人 就是這麼認知 神經病才會沒事 但是發了 就是精神有問題 他自焚了 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自焚 他是誰 什麼通通不重要 就是一個精神病患 詹易花後來 也是被人家這樣說 就變精神病患 說他有這個什麼 躁鬱症 什麼有的沒的 就把它變成一個 精神病的case 對 然後自殘 然後故事 所以那個時候 警總有一套SOP 大概都是把這些 政治 我們現在認為 高度認為是 政治謀殺的案件 把它變成是 逃塞 就是封死 要不就自殘 就自殘 畏罪 對 那這樣的一個印象 還留在台灣 非常多人的腦海裡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只要真相 為什麼真相的揭露很重要 可是其實真相揭露 還不只是在真相揭露 我認為這個整個轉型正義 這個面相比較少被談 所以我特別要強調 我認為他最重要的 就是教育意義 或者說是一種示範意義 其實轉型正義 我們以白色恐怖來說 其實受迫害的人 成萬成十萬 甚至有十幾萬人 二十幾萬人受害 那就有檔案已知的 像包括他要解密 不解密的 都有幾萬筆 我們就知道 那每一個案子 suppose至少一個人受害 幾萬個人受害是絕對有的 那我認為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就是 透過一些非常 已經有一定知名度的案件 完成一個過程 從真相到究責 對 然後告訴社會大眾 為是非畫一個定錨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問題 台灣社會很大的一個問題 很根本的一個問題 國民黨長期的統治 把台灣人的腦袋的 是非觀念扭曲 台灣的腦袋是歪的 就會把非的當作是的 是的當作非的 對 告訴國民黨同志 你去看看英本現在的言論 民進黨統治下也一樣 所以我真的很感看 台灣人很多人 特別是年輕人 不思考 第一個不思考 第二個不讀書 不查閱歷史資料 這個我們來看 當然這個算是針對自己人 可是我還是要講 我們那個時候成立了 通過促轉條例 成立了促轉會 一方面時間點已經晚了 就是已經是蔡政府的時政後半期 不知道為什麼要拖那麼久 那個第一時間就可以弄 好 好了 弄了 那大家也是很開心 你當作短會還是在賴清德任內 對不對 哦 還在賴清德任內 好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有一個過去 過往 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我在那個痛罵 我在我臉書上痛罵賴清德 有關於那個 波七的年輕人 因為波七的年輕人 他們去波七之後 賴清德在行政院 被這個國民黨質詢 就國民黨質詢賴清德 賴清德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們的行為 社會不能接受 我也不認同 我非常生氣 我痛罵 我說轉型正義不落實 你促轉條例通過 你這個促轉會不運作 是你這些政府官員的責任 而你們這些講風涼話的人 國民黨我就不理他的啦 因為這些人 早就沒有在我的這個Database裡面 你們這些當官的人 你們當年阻擋社會運動的時候 你們的手段比這更激烈啦 結果你們當了官以後 你們不去處理促進轉型正義的事情 任憑這群優秀的年輕人 去替你們執行促轉條例 結果你們還在後面說風涼話踹他一腳 我說我非常瞧不起你 在我的臉書上面這麼說 在我的這個跟他的對話當中這麼說 結果結果過兩個禮拜 促轉會成立 算是我覺得他算還是就是說 有所回應輿論啦 那其他我罵的多了 趙鋒案很多東西我痛罵的結果 痛罵的結果不但沒有回應 有回應啦 回應就是把我節目停掉吧 這個其實就說明一件事 社會整個整體社會 社會示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現在年輕這一輩 看著民進黨的這些終身代 掌權的這一輩 他們怎麼做 他們就會以這個為標準 我最近就碰到一個事情 就是在臉書上 一個也是太陽花時代的小朋友 以前學運的夥伴 他現在應該是 看那個樣子應該是在促轉會幫忙 那他就覺得很煩 他一直接到電話 一直來問那個什麼解密的事情 他說這個事情應該要去問國安單位 那是國安單位延長的 國安單位列位永久解密 不對啊 你促轉會的目的就是要整 問題就在這 其實我不會太責備他真的很年輕 因為他的成績不夠 對 成績不夠 他就覺得很對 可是呢 我就從這邊看到一個 可是他真的認為這件事情 跟他不是他的責任 好 那要希 你就講回應他 你就要回應他 國安局如果可以單獨處理這個事情 他早就處理了 促轉會是在後來成立的 促轉會後來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你們去促進轉型正義 去督責這些單位協調這些單位去完成轉型正義的工作 才要處長會嘛 沒錯 對不對 回到剛剛彭老師講 如果今天是馬英九執政 類似的台灣這些促進真相 228真相 白色恐怖真相 這麼這些個社團基金會團體 可不可能不抗議 一定抗議啊 一定糾縱抗議到馬英九的三官單位前面去 國安局前面抗議 可能拖漆的是那些 對啊 搞不好拖漆啊 如果有一些比較充足的在那邊就拖啦 難道為什麼今天變成是蔡英文的主政 然後蔡英文成立的促轉會 就對這件事情沒有聲音 就好像就回到以前我們最討厭的那種官僚 踢皮球 啊這是國安單位的事啊 你不要來問我們 我說你作為促轉會 尤其你這邊也是有一個 獨立行使職權性質 他是後來也是特別條例成立的嘛 這種都是有獨立行使職權的 一個性質在的這些單位 然後又請這些社會 很有威望的人擔任主委 啊你去開個記者會去質疑 國安會是有什麼問題嗎 你知識你們以前在街頭都會做的事情 現在不能做嗎 好你現在你不開記者會私下 那你不開記者會公開 那你私下有沒有去做 然後把這些把國安會延後解密 甚至列為永久不得解密的這個理由 告訴我們這些關心的這些社會大眾 完全沒有 這件事情到現在欠一個交代 唯一聽到的都是傳言 然後傳言其實也不意外 就是呢裡面涉及的 這個有些人還在國安調查局工作 那我算一算年紀 以陳文誠來說1981年 假設他那個是20多歲 現在剛好60多歲 或者60歲60歲可能還沒退休 而且可能關接很高 那基於這樣的話 保護這些人還有他的家人 所以不能公開 但我不能接受這個理由啦 那現在在傳的就是這樣的理由 那我相信這會是一個理由 可是我就在想這可能還不夠充分 因為這些畢竟就是事務官嘛 那也不見得會有刑責啊 今天如果你有刑責 你適時抵抗我60幾歲還要 因為20幾歲聽這個老講的話 想要講的話 被還要為了那個去做老 我可能適時抵抗啊 我們現在也沒有搭配刑責 基本上還是在一個真相揭露 因為其實台灣的轉型正義 完全還沒有走到究責啊 也沒有法源啊 沒有說那些人那個年代做的壞事 搶人家的土地 228搶人家土地 有沒有罪 那個現在都沒有罪啦 甚至還可以再度變賣變賣 變成什麼第三方 那個善意第三方 通通都洗錢 國發院 通通都無罪化 都除罪化 所以也不用擔心有罪 基本上就是個名譽問題啊 就是像比如說宋楚瑜啊 那個說禁台語啊 有沒有罪 我們認為他道德上有錯嘛 那刑法上也沒有錯 他也不會因為這樣要抓去坐牢 可是這種東西 我覺得轉型正義最少要做到 道德社會道德的GT譴責 對 這是最基本 因為回到我前面 台灣社會就是很多時候是非不分 就是因為長久以來沒有好的示範 台灣人不相信公義 不相信司法 不相信正義會落實 雜質骨子裡不相信 因為社會是非顛倒扭曲 就是極權統治下 對的事情被講成錯了 黑的被講成白的 太多例子了 所以只剩下現實利益 那我覺得轉型正義 最重要就是要告訴台灣人不對 我們要成為一個有是非公義的國家 為這個事情劃下一條線 我告訴你 你以前做了錯事 你就是要付出代價 嚴重一點要坐牢 至少我們讓你承受這個名譽的傷害 我們要讓全台灣的人 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幹過這麼爛的事 我要讓你的小孩知道 讓你的老婆知道 而且你就是必須要承擔這個 你討不掉 我覺得這是轉型正義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告訴大家 不可以做壞事 你做壞事的下場就是那樣 慢慢的這個台灣就會 我認為就會走上正軌 大家就知道說壞事不可以做 壞事做了就會很嚴重的後果 這是不對的事情 台灣就是缺乏這一塊 白色恐怖這麼巨大的邪惡 這麼系統性的謀殺壓迫 不用負責 結果這個東西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就會影響到下一代 掌權之後你看 大家我們蔡英文就是在複製這個現象 有權利有利益了 因為以前上街頭抗議的 這個白色恐怖以前 馬英九時代怎麼可能在那個時候 這樣子這樣延後解密 還可以內容就是解密 一定幹死她的啦 對 蔡英文就可以做 我說千里下 就是非有個 總有個是非標準嘛 你不能因為蔡英文執政 這是最基本的省主牌的價值 也都可以點點 反正他要解密 要國安局的問題啊 沒辦法啊就這樣吧 我真的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尤其年輕一輩也沒有出來講講話 沒有人出來講講話 徹底被收買 就除了又是除了彭老師 除了這些 謝謝你說年輕的一輩就提到我 謝謝 不是啊就年輕一輩就保持沉默啊 大家都忙著在裡面 累積自己的人生之力啊 然後未來就照順踢排 就變成綠營內的權貴啊 我真的很擔心現在台灣變成這個樣子 國民黨已經國民黨化 像剛剛你提到戴興德那個反應 其實有某種程度也是這樣 因為就是訴諸要所謂的共生論嘛 共生論就是不追究 我真的覺得不能不追究 你說有沒有刑責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討論啦 像我是希望要有啦 如果真的是涉及到殺人的 比方說把陳溫層丟下樓推的那個動作 那個人那個人要有刑責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謀殺罪啊 那是無期徒刑十年以上起跳的欸 對不對 像昨天最近才發這樣 今天才發生那個台鐵上那個刺死人的那個 那個就是殺人罪 那個怎麼可能會無罪呢 這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你能接受這種事嗎 難道說因為他是過去的 你就不重視不關心嗎 我認為不是這個樣子 年輕一輩 像我還看到一段就是那個余杰 中國的中國異議的流亡作家 雖然他一直說他不是中國人了 對不起我講他中國流亡作家 他可能會生氣 美國的綜藝作家余杰 他曾經到台灣來演講 台下50個人他問說 有誰認識鄭南榮 陳文誠 陳志雄 尤其陳志雄知名度最低的 因為鄭南榮還有整個黨外啊 民進黨的這些基本盤 常年在辦紀念會 年代也有點不一樣 對年代也不太一樣 對 好那結果台下居然 他是到台大演講 suppose都是台大或師大的學生 而且會來聽的多半是對民主社會 對已經是對比較那個的 追求的人 大概多少人知道 不是那五個 別鬧了吧 可是我想一想不意外 其他恐怕是睡著了 他是說是前年的事情 前年不就是蔡英文剛執政 或者是蔡英文對不對 2015或者是 那就是這幾年的事情 非常近的事情 所以我看一看 我後來想一想 其實我走到蔡市長去問 其實真的很多人不太清楚啊 對不對 搞不清楚 尤其陳文誠 陳文誠的知名度就相對比 正常又再低一點 真的沒什麼人知道那個事情 那這個問題真的非常嚴重 那我就覺得 我說我就要回到真相 蔡英文除了應該要揭露真相之外 要究責之外 另外一塊教育要做改革 臨載血案 陳文誠 鄭南榮 陳志雄 這些人要寫在課本裡 對 就是要把它放到課本裡 為什麼會只有50個人 只有5個人知道 可是我們人人 尤其是35 應該35歲 37歲以上人人都會 都會唱這個講公紀念歌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講一大堆 十大建設 國民黨的豐功偉業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背一套 尤其聯考分數越高的 背得越熟 好 可是呢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它有放到課本裡面啊 一直背 一直背 從小學念到國中 念到高中 搞不好大學還要再念一次 我說就是要寫到課本裡面 沒有什麼好談的 如果會排擠到文言文 就把文言文踢掉 放這個進去 好 如果有什麼家書 如果以前我們不是 國文課本很喜歡讀家書嗎 就放這些人在仙玉裡面 寫的文筆好的寫書 家書當範本 這種東西要 台灣人要接受的是 這種資訊的教育 我很生氣蔡英文是 大家注意看喔 蔡英文執政這幾年 除了一些議題年改 有炒起來之外 教育這一塊完全靈 沒有 在陳志品之代 我們都印象很深 有個人很有名啊 是那個誰 杜振盛 有沒有 他把台灣平過來那個事情 對 同心人理論 對 那個時候跟拿綠卡的李慶安 後來落跑了嘛對不對 他炸領了幾億的明代的薪水 後來沒事吧 後來沒事了嗎 李慶安我印象中 我記得好像是有跟他罰 要追回那些錢吧 有追回一部分的錢 還列我的母校的優良校友 就是那個接觸校友 還都沒有出名 這真是可恥 好 應該 陳志品之代還有像杜振盛這樣 為什麼 結果有了我們的台灣 那個蔡英文的教育部長 有出什麼 就是讓管忠敏當台大校長 這是在教育這一塊 大家最有印象的事情 針對內容有沒有要做 有沒有提議說要趕快改 不管是怎麼樣修那個教育的法規 我覺得那個通通都是 完全執政沒有不能修的事 不要跟我講什麼課綱不能亂調 那個都有一些慣例 沒有那麼多慣例啦 今天國民黨執政的慣例 通通都不見了啦 有些事情就是叫行政措施 台灣本來就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為什麼那麼愛講慣例 台灣真的有的最久的慣例 都是威權統治的慣例 那種慣例有什麼好研習的 蔡英文上來理論上就是應該要做一個 非常強勢的全面性的改革 從政治到司法到媒體年改年金 什麼各種幫金融幫 那個以前碰堡車節目裡面 非常多的 那些通通都要改革 結果改了幾乎都離開啦 每改一個都失敗 然後還有一個事情也是連帶的 也是跟轉型正義有關的 黨產 對 我最近才查到新聞才知道 因為我一直以為 因為去年7月的時候 離選舉還有三個月的時候 蔡英文還信誓旦旦的把 黨產拿來當做政績講 好像年底就大敗了 後來去查 我才知道黨產 大家知不知道操黨產現在的進度 只操到一千多萬 我們不是聽說一開始不是 一開始新聞蠻大的 說什麼全部凍結啊 國民黨上百億 可是我看到民進黨的文宣是好像 我印象都是幾十比幾十億不是嗎 沒有啊 因為後來 因為司法不改革啊 司法不改革在司法贊成 對啊 國民黨就申請假組份 就停止你的行政命令執行啊 然後七個案子贏五個啊 五個的話那全就解凍啊 解凍了當然就歸他自己用啊 等於整個這樣是一敗塗地啊 整個完全執政 對抗一個在野的國民黨的 這些合理的 我們又不要清算這個字 就轉型正義的這種執行 一敗塗地屢戰屢敗 我說也難怪去年會大敗 這樣想一想 因為可能基層 因為我可能因為只看主流媒體 或者是只看彭老師的節目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見得 基層搞不好就感覺到 蔡英文根本什麼都沒做 所以就不投票給他 基層很敏感的 所以我現在覺得基層的政治判斷 有時候比我們這些在上面看的 有時候可能還要準 他們的秀絕更準 他們比我們更清楚蔡英文 真的一事無成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超黨產根本沒有績效 聽說只有扣到一千多萬人 你看對賴清德多兇狠 對對賴清德 對民視多兇狠 對民視 對政經看民視 對這些台派 東奧正民這些東西 喜樂島 每一件事情都是見極旅機 這個使命必達 一定都做到效果出來為止 都做成都成功啊 所以我就看到最近又很火大 就是這樣 我以為說好歹你 因為黨產是有凍結 如果幾百億沒有的話 這個他們選舉還會大贏 還真的是要想一想看怎麼樣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原來根本就沒有凍結啊 我現在不是講婦聯會 婦聯會還是另外一筆 那三百多億沒有了 完全追不回來 我們都知道 就是那個葉俊榮幹的好事嘛 就葉俊榮也完全不用負任 所以反正拍拍屁股就沒事了 所以意思 我說這種事 如果這樣一話做的話 我看他的雞蛋應該被丟了一框 可是很奇怪 綠銀座可以 對不對 所以又再講一次 李登輝時代 我們至少還可以修憲 陳水扁時代我們還有公投 馬英九時代我們好歹還可以抗爭 對 蔡英文時代我們什麼 好歹還罵馬英九 罵馬英九好爽 對而且那抗爭一波比一波大 你知道我罵馬英九那個時候 就是馬英九那個年底太陽花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我到海外去 那個台橋那種歡迎 你知道我可以 我真的不騙你 我光簽名照相 簽到手軟 一個半小時 人形立牌真的 當然沒有像那個韓國瑜的那個韓粉 但是我跟你講 真的一個半小時 我就站在那裡光簽名照相 一個半小時站的不動 那些人都是 非常非常高興看到我們把這個真相揭露 然後對馬英九的這個不公不義揭露 我跟你講今天 我如果再到海外去搞不好罵我的人 會罵一個半小時 那些人都是英粉 當年我們談的是同一件事情 叫做轉型正義公平正義 今天我們談的事情還是一樣公平正義 內容完全沒有動啊 就是因為人換了 你們的立場就換了 就不談了 不懂 對啊 那台灣怎麼辦 這兩天是陳文成的那個紀念日 相關團體還是在辦活動 都不談 這個列為永久解密之間 這個不得解密這件事情 永久機密也很可怕 永久機密啊 我就覺得說怎麼是這樣子呢 就真的是因為蔡英文執政就不能 這是很不可不可能 不能被接受的事情 那我自己做了一個意測啦 一個有一定合理基礎的這個一個猜測 就是蔡英文為什麼要把這些 尤其陳文成案列為永久機密 下一個問題就是他要保護誰 因為我們剛剛提過了 一定是因為機密裡面的內容很敏感 裡面一定有些人 他可能是現在的綠營高層 可能是蔡英文的親朋好友 可是我後來想一想 還有一個可能 什麼可能 可能裡面談到馬英九 我說陳文成的case 一定 因為在 就彭老師剛剛節目一開始也提到 我認為這是合理的猜測 因為時間上確實兜得龍 陳文成在念書的時候 剛好是馬英九在那邊打小報告 收集資訊 拍照 就是哈佛大學的攝影系 對 攝影所研究生嘛 攝影搜證系 唯屋基證系 的公讀生嘛 他在那邊做這個 剛好時間上是契合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 陳文成回來之後會出事情 有可能提供資訊的人之一 就有一個人叫馬英九 然後這件事情可能被完整的 放在國安跟調查單位的機密檔案裡面 那蔡英文幹嘛要 這就是下一個問題 如果是綠營高層的 我們在理智上還可以講 這還其實他們有他們的這個權力 和情感連帶 要保護嘛 不要讓他們丟臉 好像還至少還算是個理由 雖然我們不同意 可是為什麼會 為什麼裡面有馬英九 我後來再講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就是 我認為蔡英文的偶像是馬英九 就是蔡英文 我們現在很多像我臉書上 很多朋友都不斷在講 蔡英文根本就不是綠 那我現在也 我被他們洗腦這麼多年 尤其不是這兩年 就是從蔡英文執政一年後 就開始出現這種聲音 就發現蔡英文根本是藍的 他是來臥底的之類 各種東西在我臉書上 他一直有人在寫 我一開始都觀望 可是一直寫一寫 然後再看看蔡英文做的事情 我一開始覺得這可能性 越來越高這樣 那當然這個蔡英文跟國民黨的關係 是什麼 我們當然有在進一步遺棄 這個很綿密啦 有在進一步遺棄 對 包括他父親 他父職輩那一輩一直下來 還有他個人 他姐姐不是在婦聯會嗎 那個這麼一分說是他的屬下嗎 而且還蠻高的官 副主任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跟整個舊的國民黨 馬英九還記得嗎 馬英九到政大的時候是接他的課 然後蔡英文借他的筆記 蔡英文的筆記應該寫得很全 因為他每8秒鐘要看一次 他一次搞嘛 所以那個筆記應該密密麻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基於各種的原因 他的家族跟他個人的情感上 跟國民黨的連帶 他要保馬英九不是這麼不合理 當然他有可能可以跟馬英九 有一些談一些條件 可能可以跟國民黨談一些條件 這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機密黨戰上搞不好 就是因為有馬英九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要乾脆先列永久機密 永久不得解密 其實我覺得這裡面有個點也是很有趣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案件是延後解密 也不是列為永久機密 你看趙鋒到2026年 也有人陰謀的論說 2026年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算算他 如果他可以順利兩任 是2024年卸任 兩年呢可以落跑 當然這是網友提供的訊息 為什麼2026 對不對 總不是媽祖託夢吧 不是這四組數字吧 對不對 這裡有個問題就是很奇怪 因為先進民主國家 幾乎不會有永久機密這種事 不可能 因為我們都 這是基於一個文明社會 對歷史真相的一種基本態度 就是我們要從歷史去學習 各種各樣的經驗跟教訓 不奇怪 蔡英文的論文也是永久機密 真的嗎 Not available 這就是永久機密啊 對不對 這個大概只有在今天啦 21世紀的今天 大概只有像北韓 金正日 金日成這種 他們那種獨裁的 才可能說在他們體制下 有某些事情叫做永久機密 我還聽不懂 什麼叫做一百多件案子 包括林義雄跟陳文誠 是列為永久機密 對 他的理由是什麼 你說延後機密我都 延後解密我都需要理由了 你設為絕對機密 實在是怎麼 他是連上帝都不能知道 就好像應該這樣說 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的事嗎 這種感覺是什麼 什麼天大的機密是需要永久 不可以讓後世的人知道的 這個是我覺得大家可以一起來想一想 我想不到任何一個充分的理由 國家可以用他的力量 把一件事情列為永久機密 想到請留言 更不用說是我們這麼關注的 林宅邪案陳文誠 這些案子被列為永久機密 而且是140件的政治檔案 對啊都是 我們現在談的都是政治真防的檔案 還不談那些可能是假借其他的民意 詐欺啊什麼 但其實是政治迫害 那些還先不談 因為那個在釐清上會更複雜 這些政治真防的檔案 有上千件大部分都延後 然後有100多件被列為永久機密 你到底是為什麼 我想過頭想不出來 除非蔡英文是在告訴全世界說 我今天是一個準毒財子 我有些事情就是不要讓你們知道 嘿嘿嘿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